弟兄姊妹要開始本週的敬拜 今天我們會唱什麼歌呢 是不是很期待呢 我鼓勵你有一個期待的心 當我們期待神在我們生命中 對我們說話 對我們行神蹟 透過歌詞對我們說話 透過歌詞釋放祂的神蹟 當那個歌詞 或者是也許等一下的 領聖餐奉獻或是講到那個話 成為你的瑞瑪 你有那句瑞瑪 就很像彼得能夠走在水面上一樣 你可以勝過風暴 你可以勝過這個環境 有上帝的話 你抓住了得著 改變 所以你要好好來敬拜 讓我們在敬拜裡面 專注的看見神 然後在那個敬拜裡面 預備自己的心 來聆聽 來請 請新徒一 來得著上帝要給你那個話語 然後上帝的大能 那個瑞瑪要在你生命中 彰顯大能 讓我們一起來敬拜 你不是孤單一人 有耶穌與你同在 我不是孤單一人 有耶穌與我同在 有耶穌與我同在 永遠愛我 永遠愛你不禁忍 有耶穌與我同在 有耶穌與我同在 永遠愛你 有基督已經為我而死 有誰能隔絕 基督的愛 有基督已經愛我到底 抱著那深愛我們迫住 我們都已經得生猶豫 誰能向你分開紅海 誰能向你印尽風海 谁能向祢 世无边有 谁能向祢 边水为咎 谁能向祢 从死里复活 谁能向祢 叫死人复活 谁能向祢 世心共义 谁能向祢 爱我到底 爱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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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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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世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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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已经大山犹豫 大山犹豫 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基督全能的神 道成荣神 以马内里与我同在 你是我的主 耶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 上帝本体的真相 用决门命令 拖住我 也有 你是基督 神的爱子 你是基督 神的爱子 你的保险 水灭我醉 我的供应 我的供应 我的盾牌 我的救助 生命的主 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拥在地府 和平地均 公平掌权 我全真知 世事长存 只等永远到永远 耶稣基督 神的爱子 耶稣 你是 道路 真理生命 世界的正光 从上头来的智慧 星星的远方 你就是我的一致 生命的粮 复活的主 你生命是家 为时我难缠安逸 你永远活着 从未离开我身边 有我大祭祀 你天天为我祷告 我的好母人 我有你 终有一切 耶稣基督 圈南地山 道成 柔不胜 一马美丽与我同在 你是我的主 耶稣是上帝荣耀 所发的光辉 上帝本体的真相 永远能命令拖住 永远万有 你是基督 神的爱子 无地保险 谁免我罪 无地公益 无地盾盘 无地救助 生命的主 奇妙测试 圈南地山 圆在地府 和平地区 公平掌权 我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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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长存 只等永远到永远 我全坚持 我全坚持 颜速 你是道路 真理生命 世界的真光 从上头来的智慧 星星的源头 你就是我的一只 星星的源头 你就是我的一只 生命的良福 活的主 你生命是家 为是我们成衣 你永远活着 总会离开我身边 用火大几次 你天天为我道歉 我的好母人 我有你 终有一切 耶稣你一世 道路 真理生命 世界的真光 从伤透来的智慧 星星的源头 你就是我的一只 生命的良福 不过的处 你生命是假 为什么能成安逸 你永远活着 从未离开我身边 有火大祭祀 你天天为我表达 我的好孤单 我有你 就有一切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谢谢你 天天与我们同在 并且赐下你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能够靠着应信耶稣 得以成圣成义完全 并且我们知道我们能够 能够得着耶稣 得着耶稣 我们就得着一切 谢谢你 这是我们的敬拜 这是我们的祷告 谢谢你悦难我们所有的一切 因着耶稣那么好 我们也那么的好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感谢神 亲爱弟兄姐妹请坐 好 我们教会每一周都领圣餐 然后很感谢神 现在疫情有比较 就是有比较缓和了啦 然后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 开始回到尸体教会聚会当中 然后看到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真的很久没有看到大家 虽然在线上就是我们有线上小组 可以看到大家也很开心 可是真的看到人的时候 感觉又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人与人的相处 跟真的接触的时候 那才是真的 真的觉得特别的开心 所以很开心的看到大家 然后也很开心在线上 跟大家可以一起 一起领圣餐 一起聚会 就是真的很感恩 就是在 不管在得时不得时 我们都学习经历上帝的恩典 然后让我们能够一同活出 那个得胜的生命 阿们 好 那让我们一起拿出我们准备好的圣餐饼 如果你是在现场的家会有为你准备 如果你是在家里的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是准备那个无效的饼跟葡萄汁 那如果你是葡萄酒 葡萄醋也都可以 但记得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所以如果你 领完圣餐喝葡萄酒的人 就不要去开车 然后葡萄醋也是可以的 尤其是葡萄醋比较好保存 然后也有弟兄姐妹问说 饼是不是一定要面制的 那可是如果说他对有过敏的话 那你可不可以用米制的 也是可以的 重要的是我们来纪念耶稣 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做成的工作 我们吃这个饼 我们喝这个杯 不是说这个饼或这个杯有特别的魔力或什么的 不是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重要的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当我吃这饼喝这杯 我知道我是在纪念耶稣 祂不再只是一个饼 祂不再只是一个葡萄汁 祂乃是预表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血 那但是又不是说你不可以浪费 但是我们的确也就是为了成本各种考量 就是没有准备很多 可是你也可以像GC慕斯如果你自己在家领圣餐的话 你想要让它是一大片的饼 像我们那时候去以色列玩的时候 我们真的知道说在他们的市场 那种传统市场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那种一大片的饼 那就是他们的主食 就是他们可以吃饱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准备很多圣餐饼是可以吃饱的 当一餐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听讲道嘛 从不好边吃东西边想到巨星牧师 这样他会没有办法专心讲道 所以我们都准备这样小小的 我们就是来纪念耶稣 然后知道耶稣完成的工作 那让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只要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领圣餐 怎样你愿意 因为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并没有分你大罪小罪 你很严重的 我不要救你 耶稣没有这样 大罪小罪 神都一样爱你 愿意帮助你 医治你 可是神却不是拯救世界上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不是普救论 我们所信的是你要愿意 所以我们是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弟兄姐妹 我们只要愿意相信的 我们就能够一同来一些领受 我们愿意相信 并且愿意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 成为我们的帮助 祂就要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 所以让我们一起拿起我们准备好的生产饼 如果你的饼够大的话 我鼓励你可以把它有一个拨开的动作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打破祂的身体 因着祂的边上 因着祂的心发 祂已经为我们承受这一切的代价 并且以罪不良法 所有一切的罪都归在祂的十字架上 谢谢耶稣 我们拿起我们的饼 我们宣告这是祢的身体 为我们舍得 我们每逢吃的时候如此行 为的是敬念祢 我们一起领受 并且我们也拿起我们的杯来 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血 耶稣已经为我们流出了祂的宝鞋 与我们立着新约 我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被赎回了 我们已经在这个约的之下 我们与耶稣与我们立着新约 我们由耶稣做我们的中保 我们已经被赎回 被赦免 这是耶稣的血 我们一起领受 我们为之我们所领受 等我们一起来献上感谢 亲爱的耶稣 谢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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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悦我们 主啊 只单单因着我们的相信 祢就接纳我们 主啊 并且赦免我们过去 现在未来一切的罪 谢谢祢 要帮助我们 主啊 脱离一切的瑕疵 脱离一切的病痛 脱离我们一切的软弱 我们知道 我们靠着耶稣 我们就必能得胜 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 胜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痛苦 主啊 并且祢已经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背负我们的过犯 背负我们一切的不义 也背负了那一切的诅咒 定罪跟疾病 主啊 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 得以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十恩坐前 主啊 也谢谢祢 让我们能够每逢 吃这饼喝这杯 我们 我们不是好像再把祢 钉在十字架一次 那是我们再一次的纪念 祢已经完成了工作 所以看见祢已经 祢已经完成了 祢已经得胜了 所以我们也能够 一同得着那个得胜的生命 谢谢祢 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 并且我们能够更多的领受 祢的恩典 祢的爱 使我们知道 我们是被爱的 我们是被拣选的 主啊 不是我们多了不起 那是祢那么了不起 所以我们也能够 同享那个荣耀 谢谢耶稣 祢所完成的工作 我们愿意领受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我们每一次都在 圣餐结束之后 收奉献 那不是说你每一次都一定要奉献 只是因为每一个人他准备的过程不一样 那我们恩典教会鼓励弟兄姐妹 你们先来经历十一奉献 那如果对于十一奉献不清楚的弟兄姐妹 你们可以上我们的YouTube去看 巨星牧师都有讲得很清楚说 新约之下 我们还需要十一奉献吗 原因是为什么 那十一奉献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 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如果没有十一奉献 会有诅咒吗 等等这类 如果你有任何疑惑或问题的 你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看 然后如果说你有其他信仰上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频道叫圣经知识库 我们会把就是每一周我们在论QA 很多弟兄姐妹所问的问题 我们都会把它剪成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放在YouTube上 那你都可以去我们的YouTube的官网频道看 然后我们现场的奉献已经奉献完了 那如果你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你也可以透过就是网路银行 或者是你直接去银行汇款 会到上海商业银行城中分行 那如果你是在其他的地区的弟兄姐妹 有一些奉献问题 你都可以另外找我们联系 有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法啦 但是我们的收据的确只有在台湾可以用 然后我们的收据都是年度开立 会在隔年报税季节前寄给大家 那如果你是公司行号的话 我们会在1月前寄出 那所以你要特别就是告诉我们 你是要开立公司行号 然后我们教会的正式法定名称是社团法人台湾恩宠教会协会 下面那个是电话 那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透过电话留言告诉我们 那或者是你可以写email 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 那我们的小编会回复大家 那如果你两边都有留 那可能只有一处会回你 对 所以有收到回复最好 好 然后下一页 然后下一页是我们的这个线上刷卡奉献 就是如果说刚刚那个ATN你不方便的话 你也可以用刷卡的方式 对因为如果你可能在马来西亚 在澳洲在纽西兰在其他的地区了的话 刷卡可能对你们来说会比较方便了的话 那当然也是可以用刷卡的方式 这个QR Code扫下去 它就会导引你到一个网站去做线上支付的动作 那如果说柱子没办法填清楚的话 没有关系 你甚至 你没关系你就勇敢的填教会的柱子 我们是台北市中正区中西路一段六号九楼 对因为在海外听用简便 他会不知道说我柱子要怎么填 对啊柱子是为我们要寄收取给你 所以如果你柱子不知道怎么填 没关系你就写教会柱子 我们一样可以接受 反正你的数据都会在我这里 好 那我们不论你是在现场的或线上的 不论你有奉献没有奉献 你要先都知道上帝爱你 上帝并不是因为你奉献多 他就比较爱你 奉献少就比较不爱你 不是的 神看人跟人看人是不一样的 神看的是我们的动机 看的是我们的心 所以他也不是看你的奉献多跟少 但是看这其实奉献就是一个你跟神的关系 所以你不用问我说 那我十一奉献是 我一定要税前税后 或是说实在话 我叫有些弟兄姐妹 他们可能还在负债中 他可能每个月会被扣银行三分之一 他的钱其实都已经很紧缩了 那所以其实重点不是 怎么去算你的十一奉献 重要的是其实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你在十一奉献当中 经历上帝的祝福 你知道为什么要十一奉献 你知道你可以在十一奉献当中经历上帝 而不是说你好像在唤取神的爱 因为神已经将他最爱的耶稣给了我们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再透过其他的方式 去获得更多上帝的爱 可是我们真的鼓励你要先经历上帝爱 你要先知道你自己的身份 你要知道你是神家里的人 你是神的儿子跟女儿 你不再是仆人了 但是当然我们为了继承家业 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很开心的去服事去学习 会去做就是去做工 可是那是为主做工 那是为了你将来要继承产业 你将来要跟神一同做王 而不是因为你是仆人 你是为了糊口的 所以如果你还在为了糊口的弟兄姐妹 我真的鼓励你来经历上帝的丰盛跟富足 让我们能够走出那个痛苦跟贫穷当中 因为那不是上帝的心意 好 那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背负了一切 就要使我们能够经历 拥有你就拥有一切 所以这一切当然就包含 所有一切的健康 富足 还有人际关系的恢复 所有叙叙都对我们需要的 主啊 谢谢你就 因为你是后赐百物的神 你就将那百物赏给我们 主啊 使我们经历你的丰盛 得胜 荣耀 以至于主啊 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 将你所当得的十分之一 奉献给你 谢谢你 悦纳我们所有的一切 也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不论有奉献没奉献的 主啊 我们都能够先经历上帝你的爱跟恩典 主啊 以至于我们丰盛富足满了出来 主啊 谢谢你 当我们满了我们自然而然的 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能够将你当得的献给你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一同 坚证你在我们身上 所做那美好的工作 知道我们是一人 一人的路 必如同黎明之道 正物 越照越明 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恩待 祝福我们 然后悦纳这所有一切的奉献 不只是使神的家中有良 更是使神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 愿神你的心意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那么就很快可以讲到 请务必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其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主要是的 我们本来是罪人 但是我们认识你 我们因性称义 我们现在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如今我既然是义人 义人就必然得福 义人就是在你面前被看为义的人 主要你祝福我们 主要义人各样的祝福 要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要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如何与你同工 来得着那一切美好 主要谢谢你 今天你的话语被解开 就发出亮光 来荣耀你的名 也使我们经历神迹奇事 无论财务的丰盛 身体的健康 超自然的医治 关系的恢复 主要各样的神迹 都要发生在我们当中 谢谢你 今天给我们 倾听耳跟倾听的心 也谢谢你 已经分别为圣孩子狗 跟孩子的心 我们要得着你的Rama 看见你的荣耀 经历你的神迹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那么 好 路加福音七章十九节请念 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 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好 我们之前讲到 施洗约翰 他派了两个门徒来问主耶稣 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意思就是 弥赛亚到底是不是你 可是其实 我们的施洗约翰一开始 他就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你知道吗 他很前面他就知道 他说神的羔羊 看哪神的羔羊 他告诉大家他是神的羔羊 他就是弥赛亚 可是因为他被关久了 他怕了 他受了压力 他因为主跌倒了 因为主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上次讲过 今天时间就不特别强调这块 就是说 犹太人对弥赛亚有一个固定的期待 其中一个就是他要审判 他要把火降下来 他要审判 他要做那些事 可是耶稣一直在做好事 到处医病赶鬼 医病赶鬼也很好 弥赛亚也是好人 会医病赶鬼很好 问题是你还要把火降下来啊 为什么都只做一病赶鬼呢 然后呢 所以他会怀疑 到底你是不是弥赛亚 还是你就是个先知而已 因为他被关怕 人都会软弱的 连施洗约翰都会软弱 OK 所以他派了两个门徒 去问这个问题 好 路下福音七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请念 耶稣回答说 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 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死人复活 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好 耶稣就回答那两个被派来的 施洗约翰的门徒说 你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 你们自己做见证 不是我告诉你 而是你看见什么 事实上是瞎子看见 瘸腿行走 死人复活啊 然后啊 还有各样的神迹 然后呢 耶稣在强调 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 你知道吗 耶稣的时代是瞎子看见 瘸腿行走 可是现在在教会里面 很多是瞎子行走 瘸腿看见 听得懂吗 瞎子行走 瘸腿看见 有什么了不起的 瞎子是不会看见 不是不会行走 瘸腿是不会行走 不是不会看见 可是我们现在是 祷告完了 瞎子只是还是会行走 瘸腿还是只是看见而已 不过也还好 不然瞎子被你祷告完 连行走都不能行走 那就更带水这样 没有那个是 反而不会发生在我们当中 我们其实 继续的继续的 我们真的是来祷告 我们也要看见那个神迹 彰显在我们当中 我们去经营那个 绝书做的事 我们也要做 而且更大的事 瞎子看见 瘸腿行走 死人复活 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无论是财务上的贫穷 心理的贫穷 各方面的贫穷 而且无关乎这个人好或不好 只在乎上帝无条件的恩典 OK 好 然后耶稣说 凡是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 事实上施洗约翰 他因为耶稣而跌倒 所以耶稣这样说 有一种可能 施洗约翰不见得 真的是所谓关怕了 而是他会觉得 那你弥赛亚搞了那么久 你怎么还没降火 还没放火 还没烧 你就每天在那边做好事 是什么 你喜欢当好人 其实耶稣做好事 还在被人家生气 你记得吗 耶稣在安息日医治 所以那些人就很不爽 可是耶稣故意在安息日医治 祂要显出祂是安息日的主 祂要让世人知道祂是谁 所以其实差别就在 主不是你来当主 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是你来当主 是祂来当主 主耶稣不是信主叫耶稣 或者是信主耶稣叫基督 不是 祂的意思 主就是我们称祂为主 主是什么意思 就是祂真的做主 在你六神无主的时候 祂为你做主 你看我们中文其实还蛮棒 对不对 六神到底是什么六神 精气神的神 六神无主 祂为你做主 我们的人生里面 不仅仅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祂还要更多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每一个人你只要信耶稣那一刻 你接受 你因信称义 你口里承认 你心里相信 你就已经得救了 你真心相信你就已经得救了 但是那个部分 耶稣只是你的救主 可是我们慢慢要让我们的生命成长 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在我们各样的选择 在各样的抉择 各样的事情上面 我们要让耶稣成我们生命的主 很多时候就说 所以主要告诉我要干嘛 有些时候根本不用告诉你干嘛 按照圣经的原则 就是绝大部分的决定 很多时候我要不要饶恕他 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 要不要朝那个方向走 是另外一回事 我说你能不能走去高雄 实际上人类是有办法走去高雄的 台北到高雄大概四百五百公里 但是你不一定真的走得到 但是你最少往那方向前进 你往南边走个十公尺 也是有前进 对不对 就说做不做得到 就能不能做到 跟你愿不愿意做是两件事 所以啊 一个人伤害你很重 你能不能饶恕他是一件事 你愿不愿意往那方向前进 是另外一件事 当你愿意往那方向前进 当你心思意念 开始决定往那方向前进 那就是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一个部分开始了 懂我意思吗 你做不到 你还是有救主耶稣 可是耶稣不仅仅只是你的救主 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主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就只停留在 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 所以你的生命会发现 很多是卡得很卡很紧 因为神要你做的是你不做 然后你 你该做的事情你不愿意 然后你不愿意 你还是会得救 可是你就会发现 你就是卡在那个地方 别人为什么有这些 为什么有那些 因为连第一个神机 把水咬出来变成酒 你都要做一件事 把水咬出来 你知道把水咬出来是需要信心的吗 人家叫你把水咬出来变成酒 因为我才不相信你 对不对 我相信可是我不想做 或者是我相信我愿意去做 可是我怕被骂 不敢拿给管研席的 有可能 可是把水倒出来 拿给管研席的 他一藏是酒 你怎么知道是咬出来 那一瞬间变得 还是他藏着前面两秒变得 你怎么知道 重点是神要你干嘛 你干嘛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 我就是艺人 感谢主 耶稣就是我的救主 耶我得救 就这样 然后我们的生命还是一样 我现在谈的是心思一年 我没有跟你谈行为 因为你相信正确 你愿意 愿意是一个心思 你踏不踏的出去 你要不要开始 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你要走一千里 第一件事情是走第一步 你走第一步就开始了 虽然你可能就走了那一步就休息了 可是总比没有好 最少你方向对 对不对 你要往那个方向去 你踏出第一步就开始了 也许你真的对你太困难 可是踏出第一步开始了 OK 所以耶稣既然是我们 当然是我们的救主 可是他既然是我们生命的主 那么就会有 他有他的看法 他有他的决定 而不是按照我们想法的决定 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 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 施洗约翰认为 耶稣应该来做弥赛亚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当然一病赶鬼非常好 但是你还要把火降下来 你还要烧进那个康匹 你要把不好的处境 可是那是下一次的再临 才会做的事情 现在是恩典的时代 OK 所以施洗约翰期待弥赛亚要这样做 弥赛亚只做了半套 他只做了好事这块 医治的这块 可是降火那块没有啊 所以他因主跌倒 不一定是因为监狱很苦 但也有可能是 但是他没有去做那件事 而相同的 我们也有可能因主跌倒啊 因为我跟主求的 他就不给我啊 或是我跟主求的 为什么只有那一点点 或者是 为什么 那些人都 这个财务那么丰盛 这个身体那么健康 这个家庭那么美好 这个长得那么帅 或者是 这个人 为什么精力充沛 为什么我没有 也许你不是都没有 你可能缺某一块 可是其实 那就是你要让耶稣 在你这个部分 让他在你生命中做主 来成就这件事情 有些时候就是 我们在思想上开始改变 然后踏出第一个行为 但是没做到神 还是一样爱你 你还是得救 好 OK 所以大家了解 就是说 我们在传讲恩典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 讲耶稣多好 还有我们的身份 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东西 就是那我既然有这个身份了 那我就 白烂吧 人性 因为人有罪性 你知道吗 我们这样说好了 你在一个公司努力工作 你去上班通常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你乐爱这份工作吗 主要是为了那个薪水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然后你知道公司可能年底要裁员 所以你就很努力地工作 你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 能够继续保有这份薪水 不要裁员 好 然后呢 如果公司跟你说 我保障你不会进入裁员名单 你是不是就可以放松了 那个概念就很像是 你因性称义 你一定是艺人 一定会得救之后 很多人就放松 就开始白烂 其实人性是这样 你要知道 我们虽然是因性称义的艺人 我们还是有罪性 后面那块其实是罪性 你知道吗 老板看你很棒 他知道你很努力 虽然你业绩没有做到 老实说你差点要被裁员了 可是老板决定 老板跟你说 好 没关系啦 我知道你很努力 所以无论如果 我不会裁你 你听到 你感觉了 觉得很感恩 那一刻 所以你就努力了两天 之后就 既然我不会被裁员 家里又要照顾小孩 那个妈妈又有这个要求 老婆又或老公又有这个要求 然后工作部分就开始放松 反正我不会被裁员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不就是辜负老板的一片好意吗 今天工作可以换 可是救恩是一辈子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知道我是艺人了 Oh yeah 我不会下地狱 Oh yeah 然后就摆烂了 真的 这叫做人性 因为人有罪性 但是我鼓励你 你还是会得救的没问题 可是我不希望你只是天堂的国民 我们可以一起做王的 但我知道有很多人说 可是那个虚无缥缈的未来 好 我跟你说 其实跟你现在的生活也很有关系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员工是摆烂的 这个员工是努力工作的 请问你 生钱会生谁 奖金会给谁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继续的热切追求 跟我信了耶稣我就摆烂 你觉得谁会得到祝福跟奖赏 可是我是艺人 我就会得到奖赏 没错 最核心的奖赏是 你不会下地狱 你得救了 还有一些生完孩子基本款 但是你还是有一些限量版没拿到 你懂我意思吗 有一些事情是你要配合神而得着的 对不对 神应许的是每一个儿女都有饭吃 还有余 还可以祝福别人 这是基本款 可是神跟你讲 所以你可以中二十万的年中抽奖吗 没有啊 你没有啊 想想牧师抽到 二十万 还有人抽到更多啊 对啊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啊 所以金耶稣每年都抽到吗 这我不敢保证 因为耶稣是主 但是我知道我们得到那个祝福了 对最近还用那个换了一台新冰箱 感谢主 好OK 所以呢 神不一定照你的想法 可是祂的心意就是祝福 就是爱你 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 有些时候 神真的 当然神还是爱我们 祂很多时候 祂就是给你很多的祝福 你也知道那是祝福 什么意思 你妈妈给你买你喜欢吃的东西是祝福你 可是你妈妈帮你报名补习班 她也认为是祝福你 你不想去啊 对不对 没错吧 还是是你主动想补习 也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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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以前就主动想补习 结果 去交朋友 好 对不起 是我的错 好 主耶稣谢谢你 好 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 你要知道主才是主 好 路下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请念 约翰所猜来的人既走了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 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好 OK 再来施洗约翰的门徒 那两个人就回去要回报施洗约翰 然后呢 他们走了以后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 是要趁他的人走的时候 开始在背后说他不好吗 是要在背后说他怎样吗 你知道耶稣是怎样 耶稣是在人前称赞施洗约翰 对不对 鼓励施洗约翰 对不对 应该这样说 耶稣在约翰的门徒在的时候 鼓励支持施洗约翰 在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 等一下他会称赞跟高举荣 要施洗约翰 这就是耶稣 好 相同的 主怎么做 我们跟着怎么做 如果你在人前总是不断的 说正面造就的话 在私下也鼓励支持很多人 然后等等的 你基本上你人际关系会好 对吧 正常来说 当然还有其他吧 你每天都只是说好听话 工作都不做 那你在职场当然还是不行 对 可是你在正常做的话 你是一个正常工作的 你也就做正常了 你不用特别的表现 可是你总是不断说 安慰照就劝勉的话 你在施洗约翰像这种问题 你就是在约翰的门徒 前面称赞 鼓励支持约翰 然后呢 之后又开始讲约翰多好 请问 大家会觉得这个同事很好相处 会嘛 然后呢 你知道你在 每个公司有所谓人评会嘛 就是人资的 就是评价你这个人的 好 那假设现在要 要加薪 现在公司有盈利嘛 好 先不是说加薪 要分红 然后呢 人资就会去评论 评论嘛 然后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 呃 向心力跟大家的关系 你知道吗 在组织里面跟大家的关系 你知道吗 就是跟同事相处啊 这个东西 那你这个分数就很高啊 直接影响你的收入啊 没错吧 就算你公司不一定是这样 最少好 那升迁的时候 你在这组里面 你要升一个人起来 他跟大家关系都很好 大家都很喜欢他 虽然表现平平 可是我们现在要的是一个 能够把这个团队带起来的人 可能就升他啦 就升官就加薪啦 你不做这些事 你反过来像这个世上一样的人 很多人都是人前 人前都说好听话 大家都会啦 然后就开始 耶稣就对众人讲 对约翰说 我跟你说 其实什么 有没有听过这种故事 不少啊 对不对 他会在背后讲那个人 等你走了之后 你就成为被讲的那个人 所以啊 久了之后 这个人名声就坏了 那好 这个人假设是基督徒 而且是相信恩典的基督徒 还是可能会这样嘛 这是正常嘛 这是有罪心 好 你顺从情欲 啥种就从情欲收败坏 顺从圣灵啥种就从圣灵收永生 意思是什么 你还是可以不要做这件事 可是你选择往那个方向去讲 然后呢 所以呢 因此 所以升迁没你的份 加薪没你的份 然后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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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那个人 我也在恩典的教会 他也在恩典的教会 他相信的我也相信 为什么他升迁 因为耶稣只是你的救主 你还是得救 但是耶稣无论如何都爱你 这都没有问题 耶稣无论如何都爱你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耶稣没有保你一定升迁 而且升迁也不一定保加薪 升迁也不加薪 求主帮助 祝福你 加薪是重点 对 所以有一个朋友叫加薪 大家都喜欢他 对真的真的 另外一个朋友叫加薪 这名字还蛮多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大家都爱加薪 这父母名字取得正好 OK好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今天你如果愿意来顺从主 让耶稣 比如说好 也许 也许不是你故意的 你从小你的爸妈就这样 然后假设 你假设 假设你妈妈就是一个 三姑六婆里面 其中一个姑或一个婆 她就很喜欢这样 串来串去 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社交 对不对 然后呢 而且在我们的社会 你一直讲别人好 人家说你拍什么马屁 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还要逼你来讲别人不好 人性是这样的 好 然后呢 你从小看你妈这样 所以你耳濡目染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是世界 那个是世界 圣经上说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查验何谓神 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显然你去查验就发现 在后面 道人长短 绝对不是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吧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你就算你继续道人长短 你还是会得救哦 虽然这是罪 但是你的这个罪被赦免 不会因为你在后面 说人家长短 你就不得救 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罪得赦免 可是如果你开始选择 像耶稣将要做的事情 他鼓励安慰 遭救劝勉 这些的 那你的生命就更多的层次 在这个部分 你就胜过你的肉体 你就在这个部分作网 就在这个部分得胜 然后你要得着这个部分 在现在的世上要有的奖赏 你知道公司里面 还有那种员工互评吗 就是有主管评 评价你这个人 还有同事互评 那个你都不会知道谁评你 大家都是匿名的 就你都不会看到 只有上面会看到 然后呢 大家都很喜欢你 然后呢 一定每一个人就是互评 你一定会评你不喜欢的人 现在好不容易 他每次弄我 我现在也要弄他 之类的 对不对 可是你一直鼓励之后就安慰人 所以你最后评出来 这个分数最高 所以你默默都不晓 为什么 他表现比我好 他跟老板比较好 他长得比较帅 为什么我升迁 所以啊 恩典的基督徒 为什么你会在那个祝福里头 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 你知道你做不到 你还是被爱 然后 安稳了之后 你很安息的 相信正确的 自然做到 可是你知道工作 就是看你工作表现 你老板有问你说 你信的对 活得对 你相信对 我就给你薪水 过去做事 上班就是去做事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当然啦 你可能不是做事 你可能是 很多决策性的事情 但是 就是你要提供你的劳务嘛 对不对 好 OK 所以呢 你相信正确的 你在主里还是得救 可是你活出正确 你在工作上 才会有那个 那个奖赏嘛 懂我意思 所以呢 希望大家知道 你开始会去提到一些 就是信的对 活得对 之后活出来的生活 就是所谓信徒 应该说 信徒在这世上 如何去彰显出 耶稣基督 你本来就有这个身份了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女儿 你无论如何都是王子 都是公主 但是有那种 刚从民间 刚从乞丐堆里面 救回来的王子跟公主 也有救回来十年了 已经恢复王子公主身份的人 还有活出那个见证的人 也有从小到大 都一直都活出来的人 懂我意思吗 是不同的 OK好 所以呢 现在耶稣开始告诉我们 祂是怎么活出来的 我们真的要来学习 跟你不学 你还是会得救 耶稣还是爱你 无论如何都爱你 可是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荣耀上帝 因为你记得 我们还是要做光 我们还是要做盐 但是你就算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光 很小很小的盐 神也还是爱你 但是 灯很暗 跟没开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你要看书灯很暗 你还是得开别的灯 不就没功效了吗 这是举例 好 OK 所以呢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 施洗约翰 然后就说 你们从前去旷野里 是要看什么呢 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我真的会跑去城上 看风吹动的芦苇 我是一个怪人 我以前我很喜欢去阳明山 然后阳明山就有一片 那种很漂亮的芦苇 我就在那边看 风吹动芦苇 那个绿洞 然后那个树枝 光听那个声音又没有人 就很爽 我还有我的知名景点 我会搬那种 我会带一个 我的一个行动的那种堂椅 我就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一个蛮好笑的事情 因为那个 那个也不是太不方便 就是车子开得到 但是走一点点就可以进去 没有人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有一次看到一个人走过来 然后他应该没看到我 然后他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他想上厕所 我有叫他 不用担心 我不是变态 大家记得一样的故事 发生在什么吗 扫罗找了一个山洞 进去上厕所 大卫躲在里头 大卫没有跟他讲 因为讲了会死 大卫还在想 我会不要趁你上厕所的时候戳死 大卫没有想 是旁边人鼓励他 大卫阻止他们 放心 那个人来上厕所的时候 我并没有一把什么东西可以戳他 好啦 OK 好 就是这样很好笑 人是这样 生活 就这样啊 其实生活中很快乐的事情 他的上厕所造成我的快乐 还有你们的快乐 多好啊 对不对 你放心 你放心 他有看到我 我后来有让他看到我 OK 好 仔细想想 为什么要在人家上厕所的地方 窝在那里呢 有点恶心 好了 回来了 OK 好 所以你要去看风吹动的芦苇 那是一个很普遍很正常的事 他们平常到处都走来走去 什么加百农啊 到什么哪一个城 他们这样走过来走去 到处都是风吹动的芦苇啊 你去旷野是要干嘛的呢 好 请看下一页 七章二十五节请念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华丽衣服 艳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你要穿 你要看穿很华丽的 很细软很好的衣服的人吗 是要艳乐度日吗 简单说这个词是什么 就是celebrity 就是那个名人 没有 我们现在就很爱看名人 没错嘛 对不对 你就是动不动 看那个谁谁谁 那个谁谁 车子怎样撞到 然后怎样 还好没事 对不对 然后那个谁又离婚了 那个谁又要结婚了 那个谁 那都是名人啊 对不对 这就是名人 你是去看名人的吗 不是嘛 对不对 艳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过得很爽啊 那你到底去旷野干嘛呢 请看下一页 七章二十六节请念 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 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你看哦 耶稣先用几个问题 耶稣很习惯用问题 提起人的注意 你知道吗 讲到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当你发现大家都不专心的时候 你要嘛讲笑话 要嘛问大家问题 要嘛故意停顿一下 也是一个方法 你知道 上学的时候的时候都知道吗 老师讲他的 你就慢慢快睡着 可是老师问问题 糟糕会不会点到我 赶快醒来 对不对 所以牧师以后也要这样 我要点人 这样就不安点了 你们不要怕 你们不回答 我都会帮你们回答 假装你们会 这样好不好 好了 OK 好 究竟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先知吗 然后 耶稣用很多个问题之后 带出来了 我告诉你 他比先知大多了 耶稣说 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 其实意思是 他是最大的先知 施洗约翰怎么可以是最大的先知 你知道耶伯拉罕也是先知吗 你知道摩西也是先知吗 摩西过红海 摩西行那么多神迹 你知道以利亚是先知吗 对不对 以赛亚也是先知吗 以利撒也是先知吗 对不对 这些人做的事都那么大 你施洗约翰是怎样 为什么他可以是 他是最大的先知 施洗约翰凭什么是最大的先知 但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他表哥 因为施洗约翰是耶稣表哥 靠关系 有些公司可能会这样 但是这不是公司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读过去就读过去 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先知 是这样的跟大家说明 所有的先知们 大部分的先知们都预言将有一位弥赛亚来到 有一位弥赛亚会来到 对不对 弥赛亚书到处都在讲 好多地方都在讲弥赛亚要来到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摩西也说会有一位像我 对不对 然后 那个亚伯拉罕 他也领受到你 你之后会有一个子孙永远做王 对不对 他们都领受这些东西 他们都说将有一位要来 可是这位最大的施洗约翰 他却能够说 看哪 神的羔羊 他已经来了 他被托付的任务最大 你知道吗 比如说好 我们在奥斯卡讲 或是个 比如说金曲讲 你都会有不同的节目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你是引出那个最荣耀的那个人的见证人 你应该是最有名的主持人 或是最红的人 你懂我意思吗 今天 很多人都说 这样要来了 这样要来了 明山岛将要来了 很多先知们 他们虽然做了很大的神迹 可是他们说将要来 只有施洗约翰可以说 他就是 你们亲眼看见了 我跟他同一个时代 而且我是他表哥 好 这是他表哥的重点 真的不是靠关系的 神国也是靠关系 是你成为神的儿女 儿女跟父母的关系 这个关系很好 但是呢 跟表哥没有关系 上天堂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耶稣的 耶稣的表弟或是表妹 也没有天父的 真孙或是外孙 也没有天父的 职子或是外申女 没有这回事 上天堂就只有天父的儿子或女儿 耶稣的弟弟或妹妹 耶稣是长子 OK好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施洗约翰因为他的任务 因为他是所有的终结的 引言的带出的那个人 所以他比众先知还大 因为他亲眼看见 而且指出来他是弥赛亚 所以你看 他现在很多人 你看你想想 耶稣有耶稣的门徒 施洗约翰有施洗约翰的门徒 而且耶稣从施洗约翰那边挖了很多门徒 也不是他挖的 是施洗约翰说 那是神的羔羊 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就直接去跟踪耶稣了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前面有讲过对不对 所以当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这个问题 耶稣的门徒会讨说 施洗约翰怎么软弱了 他怎么这样 施洗约翰这样子不行 还好后来我跟耶稣了 可能会这样嘛 人就是人 你不要以为那人都圣徒 是圣徒 信耶稣都圣徒 可是圣徒还是会跟你一样 因为你也是圣徒 你会不会在那边 我跟你说 他今天穿那个衣服 我跟你讲 他那个包包 有可能 但是耶稣知道施洗约翰需要支持 他在施洗约翰的门徒走的时候 他说的话是 你看他是最大的先知 这句话多震撼啊 最大的先知耶 在以色列里头 摩西亚 亚伯罗罕这些是 他们觉得是最大的 最了不起的 没有 这个施洗约翰 还没有写过一篇 一篇什么任何的圣经 也没有怎样 他居然是最大的先知 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大先知跟小先知吗 不是说大先知比较大 小先知比较小 是大先知书 小先知书 大家知道有一个先知叫做哈巴谷吗 哈巴谷书短短的 而且没什么名气 尼迦听过嘛 也没什么名气 对不对 以赛亚常常翻嘛 对不对 然后 然后比如说好 其他的先知书 有一些比较大篇的 以其节书你可能不常翻 可是他最少很大篇 不小心翻会翻到 对不对 有机会嘛 对 然后什么拿红书 这些是小先知书跟大先知书 可是不是小先知书 所以先知比较小 大先知书所以先知比较大 他只是比较爱写东西而已 不是啊 神护照他写比较多而已 懂意思吗 有一些人留下来的作品很少 可是他还是很厉害 有些人他留下来的作品很多 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很厉害 常常有嘛 对不对 你比如说好 唐诗宋词那些人 好 那个李白很厉害 他写很多 同时代一定有人写 也写很多 你根本不认识他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看作品多少 是大先知书 不是他是大先知 然后小先知书是小先知 好 可是总而言之 谁大跟小 反正全部比起来 最大的还是施洗约翰 因为他的信息是 这是弥赛亚 我把他带出来了 同一个时代 好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耶稣是这样在背后 支持人 鼓励人的 因为他知道门徒们 可能会骚乱 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等等 可是他要留住 他要支持这个爱他的 也为神国而做的施洗约翰 所以当你在为神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要知道 神是鼓励你 支持你 爱你 保护你的 他会在人前人后维护你 人前人后维护你 你去跟他讲话 他鼓励你 耶稣也鼓励施洗约翰 透过他的施洗约翰的门徒 然后耶稣怎样 耶稣在人后 说他好 而我们一般人的 有罪人 罪信 你会在人后说别人不好 我们需要去胜过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胜过 在今世有的祝福 懂我意思吗 相同的 你有两个朋友 一个很爱道人长短 另外一个人呢 是 就是一直鼓励造就的 那你会比较喜欢跟神生交 跟谁交更好的朋友 然后更多的 有什么好处去找他 想也知道嘛 对不对 你要去让那个 一直在那边道人长短的 成为你亲密的朋友 你就等着被他弄 就这样啊 那这个人的人际关系 会不会好 你觉得 您性称义了 你是艺人的 你还是继续道人长短 那你就会承受人际关系不好啊 这是上帝给你的惩罚吗 没有啊 这就是果子啊 是这样嘛 对不对 OK好 所以呢 施洗约翰比众先知都大 他这样的鼓励他 他比摩西大 他比亚伯拉很大 他比伊利亚大 他比伊利沙大 他比伊赛亚还大 但是他没有写出什么作品 好 路上福音七章二十七节请念 经上记者说 我要拆遣我的施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门徒们可能会觉得 他为什么比众先知更大 他赶快引用旧约说 这个就是预言的人 这是经上是哪里呢 这是马拉基书三章一节 三章十节就是我们在讲 那个十一奉献的 马拉基书是整个旧约的最后一篇 对不对 他在最后一篇的后继说 下一集 正宗 原版下一集 会出现一个重要的人 我问你 你有几个先知是被预言要来的 没几个吧 对不对 好 可是这里却说 经上有预言那个人 这不是预言弥赛亚 是预言帮弥赛亚预备道路那个人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你看耶稣是不是说 他不仅是最大的先知 还有预言说他要来 这多了不起啊 很了不起吧 所以耶稣在尊荣一个软弱的弟兄 而且真的是他哥 他表哥 对不对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以后开始学习耶稣这样 OK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说的就是 施洗约翰 好OK 但是当然你知道 因为 后面有提到以利亚 对 弥赛亚来之前要以利亚 然后呢 所以人家就会问说 他到底是不是以利亚 耶稣有说如果你愿意相信他 就是那个以利亚 可是他是故意的 因为耶稣的第二次再来 还会有 地上会有两个见证人 那个叫做 在这青年大灾难里面 会有两个见证人 终于要来 要开始点火 要开始烧火 起火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神 要开始审判的时候 OK 所以其中那两个人 有不同说法 有人说是摩西跟以利亚 有人说是以诺跟以利亚 但是无论如何都有以利亚 因为以利亚要来 所以第二次来 耶稣真的就会开始 用火烧进康屁 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这个施洗约翰 不能够是那个确切的以利亚 但是他又像以利亚一样 懂我意思吗 OK好 所以呢 另外一个经文 大家以为是在讲 那个以利亚 就是他本人 为什么有人说 是以利亚跟以诺吗 因为圣经上说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圣经上有两个人没有死 哪两个人没有死 就刚讲以诺跟以利亚 因为以诺就是跟耶稣好朋友 就常常去他家玩 玩到后来就说 那我不回家了 对啊 就这样啊 就被诱拐 不是啊 他就不回家了 以诺与神同心三百年 另外是以利亚 他没有死 他就沉那个旋风 然后呢 升天了 所以他没有死 人人都有一死 这件事要成就啊 那两个见证人 会在地上做见证 然后被杀 所以他们终于会死 所以现在在天堂 有两个人是没有死过的 懂啊 我没有跟你比业 我只是说 有两个人是没有死过的 但是这两个人未来要死 所以很多人认为 是以诺跟以利亚 但是也有人觉得 是摩西跟以利亚 因为摩西太重要了 对 但是没关系 反正神决定 那以诺没有死过 这问题怎么处理 没关系 他高兴死了 这样就好了 这是我自己乱讲的 他开心死了 在天堂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啦 不要这样讲 我们都要说 开心活了 对 不要热死 热死热死 热活就好了 对 我们要热活我们的人生 好了 OK 我要猜浅我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说的就是施洗约翰 就是最大的先知 好 路上福音七章二十八节请念 我告诉你们 凡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 刚说他是最大的先知 但是耶稣是充满机会 教育的人 他充满智慧 他知道这个时候 我把你们注意力 都引过来了 他是最大的先知 还有圣经预言 马那基书 然后这个时候 他要再教导 更重要的东西 因为好 他最大 然后呢 干过什么事 耶稣马上带到 跟我们有关的 跟门徒们 当下的听众有关的 我告诉你们 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 所以他不仅是 最大的先知 大魏王 他也没有大过约翰 对啊 你知道 以前 有祭司 先知跟君王 一个人 有些人有两个职份 大魏又是先知 又是君王 那他很独特 但是耶稣又是先知 又是祭司 又是君王 没有一个人在旧约 是祭司 君王先知都有的 然后因为 也没几个 也没几个好王嘛 所以其实也蛮好算的 有人说扫罗是先知 不有一句话 扫罗也未列先知吗 对不对 好 但是总而言之 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 因为每一个人类 都是妇人所生的 对吧 现在还是啊 未来 未来如果放在培养名里面 长出来 算不算妇人所生的 他只是精子跟软子的结合 在培养名里面 长出来的 算不算妇人所生的 好 算了 那是技术问题 可是这跟末世 是有关系的 好 OK 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 直到现在 我们现场应该 每一个人都妇人所生的吧 应该是吧 还是你是人造人 或复制人 或机器人 如果是的话 你也不用信耶稣 我里面有救恩 什么 主啊 我在讲什么 好 OK 反正你只要是一个 真的人类 你就有救恩 你们该不会有人是 我有得罪任何人吗 你是复制人吗 真实的 你现在家里躺在床上吗 你不用这样 你拿手机看就好 不用派复制人来 好了 我现在讲科幻片 对不对 结果他还在拍牧师 然后放回去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用YouTube就好 好 OK 好 牧师你乖乖的 好了我们回来 富人所生 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 约翰是人类里头最大的 但是新人类出现 什么意思 然而神国里最小 比他还大 我以前 图圣经我以为 就是到天堂以后 他就是比较大 到天堂里面 每一个人 因为变得生命就比较大 没有 这里讲神国里 说的是 现在信耶稣的人 最小的比他还大 你刚才不是说他最大的先知 然后这样一句话说 他是所有人类里 富人所生的最大 问题就是神国里 是什么意思呢 好请看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十三节 请念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 情欲 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读过这个经文 弟兄姐妹都会发现 其实这等人 不是从血气 不是从情欲 不是从仁义生的 原文是这样 但是我们减少 那个篇幅 因为但是说是强调 我们信耶稣的人 你不是从血气生的 你也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的意识生的 乃是神生的 所以你知道吗 神的儿女 就是从神生的 没问题吧 你的儿女是你生的 一般来说是 有一些特殊状况 没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 有一些是领养或什么 但是你要把他视如己出 对不对 神的儿女就是从神生的 是确定 相信耶稣 信他名的人 他是谁耶稣 相信耶稣的人 耶稣就赐给他全名 做神的儿女 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 你就是从神生的 可是我信耶稣那一刻 我已经在了 我到底生了什么 我到底生了什么 你知道你生了什么吗 生了病 不是啊 生什么病 怎么可能 你到底生了什么 你知道人有灵跟魂跟体 你信耶稣那一刻 你的灵重生了 你的灵重生了 你的灵与圣灵同工 你要开始被圣灵引导 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因为你的灵重生了 好 就很像 你看 你受洗那一刻 你已经重生了 你并没有感觉到 你生出什么 可是你灵里重生 那不是 那不是感觉的问题 就很像是 一个人结婚了 然后他来跟牧师说 牧师 一个男生说 牧师 可是我都没有感觉到 我结婚耶 我还想去花天酒地 我就扒下去 我当然不会扒下去 我没有爱 你懂我意思吗 你有没有感觉 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是不是已经得着 你是不是有那个身份 你无论你有没有感觉 你有没有结婚 无论你是不是像什么 今晚没完 今晚没完 没有 不是你今天 你觉得你没有老公 你没有老婆 你就没有 结婚就是结婚了 对 就是这样 跟你感觉无关的 你重生就是重生了 你有些时候 会感觉到你的重生 有些时候你不会感觉到 可是重点不是你的感觉 是你已经拥有 好 那我们回到前面 请问一下 亚当夏娃犯罪 神说你必要死 讲完他们 有没有立刻死 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魂跟体 他们的身体 因着神的荣耀 他们还活了900多年 亚当活了930年了 如果没记错 夏娃是没有写多久 但是他其实在犯罪 那一刻有个东西死 他是灵 他灵死 但是你信耶稣之后 你信耶稣那一刻 你信他的名 你就成为神的儿女 你就是重生生的 你生出一个新的灵 所以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看这个经文 我们再看下一页 上面写 妇人所生的 下面写 神国礼 神国礼其实就是神生的 所以妇人生的 没有一个大国约翰 神生的最小的比他还大 懂意思了吗 你是神生的 那你晓得 那约翰不是神生的吗 我告诉你 约翰没有撑到新约时代 他是最后一个 最大的先知 他之后就被砍头了 耶稣还没上十字架 圣灵没降下 耶稣没有死 没有复活 圣灵还没降下 然后他就死了 所以他是旧约人物 现在是新约全书记载的 旧约最后面 旧约在什么时候成就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什么 好痛 不是啊 他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 他心里可能觉得好痛 可他不会宣告出 当然通到爆啊 他嘴巴说成了 新约成就 后来他死了 三天最后从死里复活 然后呢 再来圣灵降下 成为新约的一个保证品 一个值 所以呢 新约开始 所以呢 你信耶稣的人 我们现在在新约里 你是神所生的 你是神国里的 你最小的比他还大 为什么你比他还大 因为你里面有耶稣 因为里面有神 有圣灵 圣灵住在你的里头 所以你比约翰还大 你知道吗 那约翰又是所有人类里面 所有先知里面最大的 所以当神住在你的里头 其实你比所有的先知 所有的过去所有的人都大 因为你是新的 懂我意思吗 神是这样看的耶 问题是你 是不是这样看的呢 信耶稣 不仅你是相信 耶稣在实际上 已经完成了工作 但是当然这是最核心的 但是你同时 你要继续进展的是 你信耶稣是 耶稣认为怎样 你要认为怎样 信的对活的对 神看你已经成圣称义完全 为什么 因为你是神生的 而且你批带了耶稣 天父透过你看 你已经成圣称义完全 可是老实说 你的行为并没有成圣 你做那些行为 你自己都觉得 这行为成什么圣 可是神看你 已经成圣称义完全 我们是要往那个方向 去前进的 可是神已经这样看你 因为你已经从神 生出一个新的灵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头 所以你比施洗约翰 比最大的先知 比所有旧约的人类 都还要大 懂我意思吗 OK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点 更深的看 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的请念 然而 照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 又活过来 好 我们中间有点点点 还是因为篇幅的关系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文体 为了要给它很确定 所以它会好像重复你自己去读 绝大部分的版本 都会觉得你干嘛 不讲简单一点 可是它就是因为原文是这样 它就造反 它不能够 你知道圣经不能自己编辑的 你知道吗 不能自己编辑的 翻译就是翻译 你翻译也不能自己编辑的 对啊 就算真的写错 你也只能够后面 所谓写错就是那种 怎么讲 就是你分明就知道那个翻译错 你还是不能改它 除非你下一版翻译 你可以把它翻对啊 啊你出版就出版了 对啊 你知道我们之后 等一下看有没有时间 会讲到 因为同时间你知道 我们刚才在讲路加福音 同时间马太福音 也记得一样的故事 马太福音有提到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就在讨论这件事 可是那摆明就是翻译错 可是你有看到 河河本被收回去同改吗 你知道你车子 如果什么刹车系统坏掉 什么坏掉 就会召回帮你修理 对不对 还不用钱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河河本被召回过吗 召不回啦 几亿本啦 可是它可以重新翻译啊 好 OK 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哦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你不觉得有点长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好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是谁 天父 天父的灵 所以然而 天父的灵 若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 所以天父的灵 灵也住在你心里 然后呢 也必接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圣灵也住在你心里 你信耶稣是不是邀请耶稣住在你心里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都住在你的心里 然后呢 所以耶稣的灵 就是天父的灵 就是圣灵 这叫三位一体 好 那你知道吗 但一定要说位格的话 现在三位一体的神 哪一位住在你的心里 圣灵 所以圣灵住在你的心里 所以圣灵住在你的心里 耶稣既然从死里复活 耶稣可是死了三天 当然是没有真正满的七十二小时 那个下次再讲 但是耶稣就这样死掉 然后呢 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圣灵 住在你的里头 死都可以复活 你闭着身体是不是可以活过来 你是不是可以对你的身体的 那个皱纹说 你那个给我恢复 因为圣灵住在我里头 那真的可以啊 你知道吗 圣灵上有提到一句话 充满盼望的姐妹们 弟兄们你更有盼望 因为用祷告的就好 不用花钱 好 就是连皱纹玷污等病 所以皱纹是可以祷告的 皱纹算病 恭喜你 所以意思是什么 按着那个皱纹对他说 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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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对他按摩 我在网路上看到 有一些皱纹按摩 我都赶快留起来 而且我都把它留在 那个light keep 就是特别留好 因为那个 常常我老婆说 那个什么 马上发给他 感谢主 好 OK 你懂我意思吗 圣灵住在你的里头 我们再讲好了 拉撒路 大家知道拉撒路 死了四天了 都臭了 耶稣让他死里复活 也是用圣灵的能力 所以那一位 让拉撒路死而复活的圣灵 现在住在你的里头 所以你也可以行一样的事 先不要说死而复活了 先祝福你自己的环境 祝福你旁边的人 那位医治的神 那位圣灵 那位使耶稣从死里复活 让那个根本长虫了 死了臭了的拉撒路 可以复活的那位神 耶稣不是用自己的神性神力 去医治的 祂是活出一个人该有的样式 所以祂是教我们怎么 与神同行用圣灵的能力的 所以耶稣使用圣灵的能力 耶稣与圣灵同工 圣灵使拉撒路复活的 所以那个使拉撒路复活的那一位 他超越时间 而且随时的与你同在 所以你里面那位 他才医过拉撒路 死而复活 烂了臭了 你想象一下 烂了臭了还要恢复 然后完全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 还可以走出来 那你担心你身体上的 什么软弱跟疾病呢 有什么东西比烂了臭了的尸体 还可怕的 连烂了臭了的尸体 都可以死而复活 那你怕什么 连被鞭打成那样的耶稣 三天之后都可以死里复活 而这位圣灵住在你的心里 那你怕什么 按手在你的环境 按手在各样的状况 我要怎么按手在我的环境 比如说 你做某个工作合约 你就按手在那个合约上面 木售可以抹油吗 不要抹油正本 你再饮饮一份 抹油在副本上 然后领圣餐 我常常这样做 可是不要正本 正本油油 人家会觉得怪怪的 好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呢 按手在你的环境 你工作的环境 去你的办公室 按手 抹油 领圣餐 但如果你们公司规定 上班不可以吃东西 请中午吃饭的时间 再领圣餐 要有智慧 然后抹油 祷告领圣餐 按手祝福 因为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圣灵 因为死拉撒路 那个臭了烂了 长虫的身体复活的圣灵 住在你的里头 同一位圣灵 你可以彰显出那个力量 不是你够好才行 是耶稣够好 耶稣那么好 你披带了耶稣 所以你可以 然后你要看现 你的工作 也许你是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 你按手在你的家里 特别记得按手在孩子身上 孩子有没有被仇敌邪灵 搅扰会影响你生活非常大 光睡觉的时候你就知道 妈妈 我又看到那个什么 一个蜘蛛人在我床下 结果蜘蛛人玩偶 可恶 没有 有些时候邪灵真的会搅扰 你要为他们 为你的孩子祷告 抹油 领圣餐 教他们从小自己就领圣餐 妈妈那果汁好好喝 我可以多吃一点 也是不错 好 懂我意思吗 然后你去在你的环境按手 然后捷径 然后领圣餐 然后抹油 但是你知道像我们的喇叭 都被抹得油油的 不用抹那么多油 不是看油多 是看你有没有把它分别为圣 如果靠油多 你每天就 你每天就带两瓶橄榄油 在路上横着走 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让我们做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不是依靠这个行为 你也不是靠那个葡萄汁跟那个饼 是靠你辨明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血 你也不是靠那个油 你是靠透过这个油 来祭奈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 然后分别为圣 你甚至于不是靠那个祷告 是靠听这个祷告的神 但是他要你祷告 他要你迫切祷告 他要你更多祷告 你就去做 有些时候 像有一些鬼 你就真的是要去禁食才能够赶出来 这是耶稣说的 他就是有这些不同 你要与神同行 所以你知道吗 圣灵住在你的里头 是那位从 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他住在你的心里 使拉撒路烂了臭了 长虫的身体复活的那位 死都可以复活 有什么比死还大呢 你生命中有什么东西比死还大 你生命中有任何一个困难比死还大吗 死都死了还有什么困难 对不对 所以既然死都可以胜过 你生命可以胜过 我们再看下一页 之后就会开始同时间跟你讲马太福音 跟路加福音的对称 简单提一下 马太福音翻译翻成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为什么用红字 因为翻错 三次 天国是努力进入翻错 请看下一页 新一本就直接翻了 不是天国努力进去 是天国遭受攻击 强暴的人企图夺去他 施洗约翰现在是被关 而且耶稣是可以看到未来 他知道事后施洗约翰要殉道被砍头 所以天国是不是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 施洗约翰是不是要传天国的福音 所以因为传天国福音被关了 所以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 那些强暴的人 希律王什么的 想要把它夺去 想要除掉这个东西 可是翻译翻错 就翻成天国要努力进去 这是新一本 但是我们河尔本影响力太大 我跟你说 新的一本几乎都翻出来 所以我们再多看一个 请看下一页 现代中文一本2019版 这个版本很新 现在才2022 从施洗者约翰开始传道到今天 天国遭受到猛烈的攻击 强暴的人企图夺他 所以河尔本翻什么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乱翻 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的生命 我问你翻圣经的人 他们是不是最少是应该算服侍主的人 翻圣经很辛苦的 你知道翻译圣经是很辛苦的事情 然后他们是服侍主的人 可是他们也会犯错 还会翻成天国是努力进去 你知道天国是努力进去 那就没有音信称义了 天国要努力进去就是要多做主 供奉献祷告什么 为什么很多就会跟你讲天国努力进去 我这样才会好收钱 才有能力 这是事实 说实话 那些牧师是没有读过其他译本 也许没读过 我祝福他 但是我跟你说 你去读其他译本 如果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我就不用在这里传了 我就每天回家努力就好了 可是天国遭受猛烈攻击 强暴的人去夺取他 才是正确的翻译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人会犯错 也许翻圣经的人也犯错 但是没关系 我们就重新对准神 神本来就知道你会犯错 神本来就很像是 工业上有一个东西叫容错率 他知道再怎么经历的工业 你还是会有一点错 那个错误已经在神的计算里头了 那个错误已经在神的计算里头了 所以你只管来到神的施恩做钱 耶稣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凡事都受过试探 他各样的事都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就说 所以你们也要做到 没有 他说的事情是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但他没有犯罪 所以你只管来到我的施恩做钱 就可以得连续 就可以蒙恩会 就可以做随时的帮助 他完全能够体会 你知道吗 耶稣受了试探 然后他知道那个试探那么辛苦 你很后悔 当初我怎么有这个软弱 当初怎么做这件事 没关系 耶稣也受过这个试探 他能够体会 他能够体会 他也被他亲友背叛过 他最爱的人 他亲朋好友 他也被他付出那么多努力的人背叛过 他一直不断地想要挽回犹大 他犹大最爱是背叛他 然后他也经历过各样的事情 可是他能够体会 而且他愿意帮助你 你知道吗 经历过 知道学会的人 他又愿意帮助你 你就可以很快地恢复 所以耶稣凡事受过试探 所以他能够体会 所以你只管来到他的施恩做钱 就可以得到连续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用把眼睛闭起来 就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恩宠教会弟兄姐妹 我们都不仅仅只是因信称义得救而已 是的 我们因为相信称义就得救了 但是耶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 也是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 就开始与神同行 效法耶稣 使你要给我们更多祝福 彰显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次 使我们的灵与魂与生子都蒙保守 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 是的我们也许犯过错 也许我们现在还在犯错 可是主说他能够体会 你不一定能够立刻解决 没有办法立刻就解决那个大问题 但是你心思一念转 你承认那个是错的 然后跟神说你帮助我 也许神帮助你踏出一小步 也许神就是帮助你先相信正确的 也许神就直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也许神就是直接告诉你好 祂能够体会 然后祂要帮助你 也许你需要一个长时间来 一点一点改变 但是祂愿意帮助你 你只管要神的诗恩做钱 就可以得连续 就可以蒙恩惠 就可以做随时的帮助 因为祂经历过 祂凡事受过试探 祂经历过 而且祂爱你 谢谢耶稣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站起来做信仰宣言 打重心以来念一次 一二三请 我相信上帝差派祂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祂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祂留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领受本座的祝福 走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何等感恩 因为你拣选了我们 你预先定下就招我们来 招我们来就充我们为义 充我们为义 还要使我们得荣耀 弟兄姐妹 你要经历 称义 而且得荣耀的生命 主要是的 你用生命纪二十八章的祝福 来祝福我们 使我们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居首不居尾 在上不在下 凡你手所做的各样事 无论是你的电脑 手机上传下载 你所打的字 甚至你发的Line 发的微信 都蒙福 主要你发的Email 都蒙福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手所做的各样的事 你的身所生 身处所下 地所产能 你家里的家人 你的产业都蒙福 主要是的 保守我们的家人 还没信耶稣的 你特别来拣选他们 让不只是得到 从我们而去的祝福 他们也要得到第一手的 信耶稣的祝福 祝福我们的亲朋友 都来认识耶稣 主要在这疫情的年代 让我们都在对的时候 出现在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 无论在工作 在生意 在学习 在各样事上 也要经历这样的祝福 主要祝福我们 使我们经手的各样事 都蒙福 我们签名盖章的 我们做的报告 功课 作业都蒙福 主要是的 谢谢你 让我们去经历那种 就是在那种特别的 特别为我们留下来的 那个福分 也许别人想要抢夺 但是也许仇敌来 从一路来攻击我们 他却要被我们杀败 从七路逃走 主要谢谢你 继续来恩待来祝福我们 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 超自然的医治要发生 心里的医治 身体的医治 甚至于那种 难以想象的神迹 要发生在我们当中 愿我绝书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殿感动的交通 传与众地友姐妹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喔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出来的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喔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喔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 谢谢你 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 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